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主内的鼎姊妹,平安 欢迎大家今天出席 由中国神学研究院举办的公开讲座 我是忠神的圣经科老师欧永儿 是今晚的主持 今晚讲座的主题是 翻天覆地,从初期教会 看今日教会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的讲员会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角度 跟大家一起探讨 早期教会为什么可以这么翻天覆地 高速扩展 鉴古资金 我们的回应讲员也会从神学和实践的角度 去思考一下这段历史 对今日教会和我们的处境来说 有什么值得借鉴 今晚的讲员是张良牧师 张良牧师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周永健教席教授 他是圣经科学教授 张牧师在1989年加入中神 曾经是我们的教务长和副院长 他和中神同行了差不多40年了 一生卫生、神学教育的工作 途里满满 相信我们今天当中在座很多 都曾经受教于张牧师 所以今晚才这么撞无虚席 所以再次欢迎大家 亦都欢迎在课室 在转播的大英姊妹 张牧师对于新药的普通书信 和两药之间的文献的学问 尊专言都甚深 因此对于早期教会的历史处境 他是十分熟悉 张牧师也出版了很多著作 例如有《雅各书》注释 《彼得后书》、《尤大书》、《主释书》 《提多书》、《立于恩典的健全生命》等等 同时他也審教中文版本的使徒教父著作 因此他对早期教会的领袖讲论 都有很深厚的理解 今晚的讲座流程 将会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张牧师和我们分享 第二个是回应的部分 首先我们会由第一位回应 讲员回应 第一位是忠臣的赵淑荣 霍佩芳教席神学科教授 李耀坤博士回应 Daniel 老师 Daniel 老师他专研加移民神学 亦都是我们的信仰及公共价值研究中心主任 他一直致力将宗教改革神学家的熟灵遗产 化作今日教会的信仰资源 所以由Daniel 老师 带我们将历史应用于今日 就最合适了 第二位回应讲员 是中国基督教博导会 亚根堂堂主任陈全华牧师 陈全华牧师现在是忠臣的客座教授 他自己也是教牧学的博士 陈牧师有多年的牧会经验 致力于教会推动门徒生命成长的工作 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教我们如何将圣经神学 应用在教会处境都是最合适不过的 回应之后第三部分 我们会有问答的环节 很难得今天大家可以实体来出席讲座 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举办公开实体讲座了 我们都很珍惜可以彼此交流的机会 今晚的答问环节是现场提问的 一会儿在礼堂中间会有个麦克风 或者大家可以透过WhatsApp 一会儿在PowerPoint会有个电话的号码来提问 如果你是在课室看转播的 你一会儿都可以来到礼堂这里提问 所以听我说了这么多 你都知道今晚的节目很丰富 相信大家都同样很期待张牧师的分享 所以现在就有请张牧师为我们有今晚的分享 谢谢 听见姐妹平安 我都三年没站过在这个讲台上面了 今晚很开心地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我的原稿其实是在五年前写的 当时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场合来写 当我来看早期教会的发展的时候 我自己都感觉到很惊讶 尤其是里面所提到的 我看一些历史学家所描述到的一些元素 实际上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是很多重要的提醒 先开始的时候 今天这个主题 是讲到初期的初代教会的发展 你可以说我们所讲的是 一些早期教会的正面的元素 什么构成呢 这个福音能够这么快的传讲到这么多的地方 但是这不代表 教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遇到艰难 没有遇到因为艰难的缘故而犯错误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晚所看的主题 可能有一次有机会都值得讲的一个题目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教会面对着困难面对着错误的时候 怎样可以能够有所纽正 我想这个同样是一个好的课题 让我们来到去思考香港现今的教会的情况 第二个的问题 对香港教会的处境 我想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过往三年 我已经移居内地 所以对香港的情况事实上 我的了解往往都只是透过某一些 在网上我可以看到的新闻 所以我的了解是非常之有限 但是今天是非常适当的 就是有李耀昆博士和陈祥华牧师在我们中间 我就很觉得他们的讲述和回应 才是今晚的高潮 大家听下去就会知道的了 祖离教会的发展迅速这个视频 白色的部分是讲基督教 然后红色的部分是讲罗马帝国 上面有一个年份 这个是公元二十年 我们看头过三世纪的发展 祖离教会的发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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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离教会 他说假设在公元四十年 基督徒只有一千人 当你说怎么可能有一千人 是吧? 五常子的时候都不知道 但是他说假设是这样 如果当时 罗马帝国人口是六千万的话 只是整体人口的0.0017% 到公元三百五十年 基督徒数目已经达三千四百万 为原来罗马帝国人口的56.6% 平均每年增长3.4% 每十年增长40% 这个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 当然有人认为Stack太乐观 但有些人认为他太悲观 认为教会发展更加快 无论如何 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 或者基督徒的人口多到一个地步 连罗马帝王康士坦定 都不能够忽视了 他都知道这个信仰有一定的影响力 以至他亦都给基督教合法的地位 因为我们知道 由公元一世纪开始 基督教一直都没有在罗马的统治下 一直都没有合法的地位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发展这么惊人 这个另外一个图 主要红色的部分 就是讲究到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 基督徒的人口是超过五成的 是红色的部分 基督徒的人口三成至五成 就是橙色的部分 这个是三世纪初 那你都看到 其实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特别是在没有任何政权的支持下 在这里我归纳出七个原因 第一个是教会的仕途性 或者以深传道赶鬼医病 讲教会就可能有些少离身 应该说信徒 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很清楚这个仕途性是什么意思 很清楚自己是被猜的 正如昔日 耶稣在山上猜遣门徒 要洗万民作门徒 所以我们看到从初期教会五成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仕途的身上 彼得起来宣讲 然后后来福音从犹太人当中传到外邦人 然后第一次宣教的旅程 巴拿巴和保罗 起来将福音带到外邦 根据隔离面一书 这个是罗马的主教隔离面 在公元九零年的时候所写 他说保罗最后将福音带到西班牙 但不单止是这班仕途 他们愿意将这个福音传讲 而且我们在仕途教父的著作里面 见到也有不少的巡回的传教士 先知有一类叫做医病赶鬼的人 他们以设的将福音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外的地方 当然我们知道古代其实和现代很不同 交通很不方便的 要能够成为 要作为一个秦回的传道者 其实是面对很大的艰难 那你就看到在身影里面 特别提到要接待这些人 就是因为当中路途 其实是遇到很多危险的 这个不单止是第一世纪的时候 有这些先知和秦回的传道者 到了第二世纪 教会逐渐有具体的制度 有主教、长老和执事的三级制 但当时的主教 他们同样是一班热心传道 讨告、讨告、医病令人归注的 所以不仅是一般的信徒 不是这些秦回的 不是单单是这些秦回的传道者 就算是承担着整个城市的教会主教 都同样是非常热心的 第二方面 是教会的大功性 我用试图性和大功性 是对应于福音的试图性和大功性 教会的大功性是讲述到 整个福音是超越于国家种族 性别和社会阶层 同样教会都是一样 古代的宗教 基督教往往是地区性和国族性 以及居住在某地方的 宗族传统和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人的敬拳是指他忠于 他那个种族的传统信仰和宗教文化 基督教开始的时候 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一个复兴运动 所以开始的时候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 但我们知道透过 外邦人要加入以色列复兴的这个运动里面 成为神子民的一部分 所以在阿伯拉罕的药里面所讲到的 要洗万民得福 或者是在以色列复兴运动 他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实现在那个年代 整个福音成为万国的祝福 初期教会已经非常清楚知道 神的子民是不局限于任何的种族 整个宣教的运动是以万民为对象 《四保罗行佳太书》三章 《夜七至夜八至》都是这样说 所以你们恩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料 这个明显地是打破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分隔 这种大同的观念影响着早期教会的发展 这个当然包括信徒是一家的人 彼此称为大兄姊妹 你一称为大兄姊妹 意思就是说你在同等的地位上面 另外一个也都非常重要的 是当大兄姊妹坐在一起 来到用圣餐的时候 无论你是哪一个 当一起用圣餐的时候 所吃的都是那个饼和杯 这个就是保罗为何在高龙多前书十一章 针对高龙多教会的人说 你们吃的不是主的餐 就是因为他们那些有钱的人 坐在一起吃他们的东西 穷的人坐在另外一个地方吃他们的东西 他们说你们这样不算是吃主的餐 当大兄姊妹坐在一起用圣餐的时候 算是英女王今天如果真的要令圣餐 他在我们中间 跟我们所吃的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知道古代的社会 从来都是所谓门当户对 你请人吃饭 你是什么身份 你的客人是什么身份 是很清楚的 但是主人呢 在圣餐里面的主人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这一班围绕着圣餐的人 都是同一个身份 就是神子民的身份 所以圣餐基本上是告诉他们 我们是谁 从教会的生活 大家彼此互清弟兄姊妹 从圣餐的这种实践里面 是表达出这种福音的大功性 我好像没有气息 我已经三年没说过 其中两方面我想特别强调的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女性的地位 当成希罗社会是一个 父权宰制的社会 男尊女卑 但基督徒的女性 在教会圈子里面相对来说 比在希罗社会里面的地位高 早期教会反对离婚 乱伦通奸 一夫多妻 和杀女婴 亦多因为这些妇女信了主之后 很多时候影响到她们的儿女 甚至影响到她们的丈夫信主 所以早期教会上面 整体的成份 的确是姊妹 姊妹相当大的部分 以至当时 以至我们一位很出色的 出域的教会历史学家 他说 对比于当时希罗社会的女性 在教会里面的妇女 她们是地位特别高 而且教会的确对这些女性 对女性来说 对妇女来说 是特别具吸引力 这两个图 一个是家庭 这个是妈妈 我怎么知道这个妈妈 因为戴着颈链 这个是女儿和儿子 有人认为她是一个 罗马皇室的家庭 这三个人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殉道 这个是一个负责修道院的女士 我想对当时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做法 就是那些修女 她们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 但是是女的 作为修道院的主持 另外第二方面 除了妇女的地位之外 第二方面是说到贫富的阶层 罗里根技术 一个叫Celsus 就是第二世纪的希腊的哲学家 这个人Celsus 多次攻击基督教 基督徒 罗里根就围着基督徒来争辩 那Celsus基本上是说的 Celsus说基督徒为自己的信仰争论的时候 赶走所有有理智的人 只是邀请那些愚昧和悲下的群众 包括奴隶和富裕 Celsus我说的很简单 就是基督徒就是这些蠢人 就是这些无知 极之无知的小物 用这种方式来贬低基督徒的身份 但罗里根的反驳是什么呢 他说福音是给所有的人 给贫穷的人 亦都给富裕的人 给单纯的 亦都给有理性的人 当然罗里根是早期教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护教士 他的讲论 亦都影响到当时的群众 对基督徒的看法 事实上我们看仕途时期 比特去哥利流的家 哥利流应该不是一个窮等的人家 或者当仕途行传递十字章记载到 有卖紫色布衣布布的女帝家 或者早期教会记载到的 事美娜主教波利格 后来的马吉安以及俄里根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出身富裕 罗马皇帝多米田 就因为他的贼疑 和贼惜父信奉基督教 而将他们处决 所以我们是很清楚知道 在帝王的家族里面 是有基督徒的 当时希罗社会贫穷人 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卑微 往往是被灭持 而早期基督徒并没有将这些 在生活上 生活在社会冰边缘里面的人 将他们 嫌弃他们 反而我们知道 好像腓利门书说到 保罗为阿尼西莫来说话 说他是主里面的弟兄 在早期教会 第三世纪的罗马主教 加里斯都 其实他原本就是一个奴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早期教会也打破了 这种社会阶层上面的分野 教里面一宣有一段这样的说话 他是富人要扶持穷人 穷人当将感谢归给神 因为是神带给他 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人 我们知道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那些所谓恩惠主 有钱的人 他们要收桥补路 有些又会客三千 这是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他觉得他应该做的事 但是有别于当时的 这些所谓恩惠主的做法 在教会里面富有的信徒 他是有责任来捐献给那些贫穷的人 而且那些捐献的使用 不是那些富有人说我想做什么的 是交给在教会里面 负责的这些职职人员 而且那些捐献者 是不可以作出任何的要求 包括不可以将任何的 或者要黑一个石碑上面写他的名字 以为纪念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在基督教所建立的新的社群里面 富有应该视作 富有的人应该看他们的财富 是从上帝那里而来 理应是要供应给那些贫穷人的需要 所以这个罗马的书家 教会里面所说的这句话 是很清楚说到富有的人是对贫穷人 是有责任的 第三方面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教会信仰最触目的地方 是个别的信徒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表现 包括他们的乐善好师 守望相助和自我克制 照顾孤儿寡妇 探望患病的 甚至是将囚犯缩出来 信徒的慷慨和乐娟 正是他们仿效上帝的 豁达、宽宏的表现 其中一件事 就是在公元260年的 在当时的第二场的大瘟疫里面 迪奥尼修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来到描述当时的基督徒 我们的基督徒弟兄之中 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了 极大的爱心和无比的忠诚 他们从来没有只为自己打算 而是时刻想着别人 他们毫不考虑危险 担当了照顾病人的任务 尽力满足病人的一切需要 并且还为了宣讲基督的救恩 他们与他们所照顾的人一度 满怀平安和喜乐地 告别了地上的生命 因为他们从别人那里染上了瘟疫 他们中间有长路有执事 还有广受赞誉的一般信徒 所以这种形式的死亡 是出于极大的敬虔和极大的信心 从任何方面看都与宣教相当 他们照顾那些在瘟疫里面的人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对当时的人来说 和殉道是没有分别的 以至Stark 我们这位社会学家 他就说 和基督徒一起生活的人 他的存活率 比和非基督徒一起生活的人 是高很多的 那你就要看看 这边的人是不是 第四方面 有效的教制和畅略的领袖 到了第二世纪初期 基督教已经发展出三级教制 主教、长路和执事 主教成为教会的领袖 在所有教士之上 这种教制使用教会有一个稳定的管理 是其他当代的神秘宗教所没有的 有认为这种这样的管制 是可以比美罗马政府的架构 而根据丘西比乎的记载 他引述当时罗马主教科内里的一封信 他说 罗马教会在三世纪中业有一位主教 四十六位掌路 七位执事 四十二位助手 还有五十二个驱魔人 还有守门的等等 同时在经济上支持一千五百寡妇和乞丐 这是一个非常龐大的行政和支援的组织 我们现在说受压力 我们就拆散它 受压力现在越来越大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想的 事实上这种组织 是使得教会能够发挥到一定的功效 当中这里所列出来的有几个很重要的信徒中心 包括罗马 拜占庭安提阿 就是阿力山泰和耶路撒冷 这里蓝色字的那些 它不单止是 比如尤士丁不单止是护教士 而它也是最后殉道的 蓝色这些全部都是殉道者 所以这些领袖 其实他们承担起很大的责任和压力 因为死就死他们 或者起码先死他们 所以他们面对着的是很大的艰难 但他们仍然起来 承担起当代所需要负上的责任 基督徒面对逼班也是一个教会增长的重要的原因 当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会面对逼班呢? 有可能是因为当中的一些传言 认为他们是施法术的吃人肉 因为是主餐 这是我的身体 所以不是吃人肉 或者说他们是兄弟姊妹相亲 但是有结婚 那就乱伦了 或者说他们是无神论 因为当时的宗教一定是有献祭 因为当时的宗教一定是有献祭 他们是不献祭的 那些神又没有个像样子 还不是无神论 当然这些是对于当代的基督教信仰 一些仪式或者信仰的误解 部分也是因为当时的人 对他们的不信任 而作出来的一些无憾 但其实这些都经不起法庭的考验 通常去到法庭的时候 觉得没有什么根据 但另一个更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 因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一神的信仰 在整个地中开的世界 宗教迫害其实是比较罕有的 古代的社会 宗教是一个社群的生活表现 是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也有些时候是整个群体的一个身份的标记 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一样都是信仰 但是犹太教因为有他的一定的历史 所以罗马政府接受了犹太教为合法的宗教 但基督教就不是了 根据当代希罗的文化背景 其实你多信一个上帝或者多信一个神明 是绝对不是问题的 多信一个耶稣是无所谓的 有时候你传福音 传给一些比较基层的人 说你信耶稣 好 没问题 当你告诉他 不是说你只可以信一个上帝 这样就不同了 我就不可以 敬天祭祖 我就不可以做了 我不可以先拜祖先 这样就不同了 基督教运动 它一方面是一个跨民族的信仰运动 信奉一神 这个代表信教的人要放弃 或者被视为背叛自己的宗教种族信仰 这个就会带来在社群里的矛盾 信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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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公开的所谓神明的经历 往往被身处的族群 认为他们是带来恶运 以至特土梁就说 假若他河河泛滥到盛墙 假若利落河不流到田野 假若天不动或地不动 假若有旱灾或者瘟疫 即时就有呼喊话 将基督徒及施子 而施子是说 当发生任何天灾横祸 都归咎于基督徒 他们不敬拜祖宗的神明 其中一个和这个相关的 是罗马的君王的敬拜 在罗马政权的眼中 只有拒绝罗马统治的人 才会拒绝向罗马的皇帝敬拜 这个是严重地危害国家安全 事实上 我想罗马的政权 为什么他们要搞这个君王敬拜呢 都是很清楚的 人民必须有信仰 而且往往就是靠着信仰去统涉整个国家 让所有人可以在同一个信仰底下 尤其是以敬奉罗马的皇帝 最高权力的人作为统治国家的最重要的命令 所以对他们来说 哪些人会不敬拜君王呢 当然那些不支持罗马帝国的人 但是殉道往往带来的是教会增长 在第一世纪有尼陆 公元64至67 然后有多米田 公元81年 至到公元100年 在公元303年 罗马皇帝大黑里 先颁布了第一道御灵 将所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 以及基督徒的圣经销毁 任何基督教领袖 如果继续奉行他们的信仰 都会被监禁 受惑 直至他们愿意向罗马神明 和君王献制 就座基督 对罗马的官员来说 这些基督徒敬拜基督 是一种对罗马升平的攻击 因此他们要就座基督 以表示对罗马帝国的效忠 公元304年 带克里再发出三个针对基督徒的预令 最后一个预令更加明示 任何基督徒 不论是领袖与否 也都不论是否罗马公文犯拒绝 向罗马神明献制的一律处死 以至我们看到的是 不少主教和护教士 包括我们刚才看过表里面的 安提亚的主教伊格拿雕 士梅娜的主教玻璃格 这些都在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 这段时间被处死 但这些殉道士 等一下这幅是 波利卡玻璃格 士梅娜的主教玻璃格 这些护教士 他们所流的血 特土量形容为 我们越是被你们割下 我们的人数就越发增加 基督徒的血就是种子 反为这些人的殉道 不单止没有带来一种震懾的作用 反为使他们有机会 向群众来宣示基督教的信仰 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过程里面 他们体会自己是喝基督的血 对不对 是喝基督的杯 是受基督的洗 也会向公众宣示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殉道被看为 是向公众所宣示的圣礼 透过这种方式来到去见证基督 所以他们的殉道就发挥了殉道的作用 这个是玻利甲在使徒教父的著作里面 玻利甲殉道记里面这样记载 玻利甲所讲的一段话 这86年以来我一直做他做基督的仆人 他没有亏待过我 我怎能够舍读那拯救我的大君王呢 我称重你因为你认为 配得这个日子和这个时辰 让我可以在殉道当中受一席之地 在你基督的杯中有佛 玻利甲正是 他的故事在当代正是家传户晓 以至有人形容 殉道其实不是针对罗马帝国 不是对抗罗马帝国 殉道是为了罗马帝国 殉道是为了 在众人面前见证基督和相信死人复活 见证基督的信仰 他们因为相信死人复活 所以敢于面对殉道 第六方面是稳定的大围的环境 我们其实在历史当中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如果有打仗的时候 人的信仰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们看第一第二世纪 其实整个在罗马的统治下 是有一定的稳定性 这个包括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然他们建立这些大道是为了打仗的 任何在罗马的管治下出现任何的骚乱 他们都可以透过所建立的罗马大道 很快的就可以行军去到那里伴练的地方 当然这也方便了经商 更加重要的是方便了福音的传播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代 其实在地中海以至欧洲的一大地方 其中一种通用的语言 也是新约所写的语言就是希腊文 希腊的文化和语言 是使得福音能够很广泛的传播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七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在新约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仕途行转 当然仕途行转应该讲到当仕途行转里面 所记载的两个很重要的仕途 就是彼得和保罗 一照十二章你可以说是彼得行转 十三朝夜法是保罗行转 也有人说其实仕途行转不是真真正正要记载仕途 而是说的是圣灵行转 是说到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由大传地 撒马里亚直到地极为福音作见证 都是对的 也有人说这个不是说圣灵那么简单 这个是说主导行转 这个特别是巴默昆具的博士律文里面 所讲及到的 这个是上帝的道 这个福音当传港的时候 你看到他怎样战胜每一个地方 最近一个论文 同样是一位华人的学者 Ling Zheng 郑玲所写的 他说在圣灵行转里面神这个名词 在圣灵里面出现的专入名词有4.5% 这个词作为主词出现有4.03% 但在圣灵行转里面 这个名词的出现有4.02% 在圣灵序事文体的书卷当中 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 比较马太、马可、劳家、约翰 它都是最多的 作为主词的出现 它远远高于新约的平均值是6.74% 新约的平均值是4.03% 出现的次数也都在新约书卷当中最多的 还未算用被动语态出现的动词 而其中暗示主词是上帝的 还有一个相关的字就是主和父 所以整个小童传 其实是说神如何透过圣经的应许 说明祂的旨意 并如何在使徒的年代得到应验 叫听众应如何回应神在耶稣 和使徒行事所作成的 整个使徒行转 就是要我们对上帝的工作来作出回应 我跳过这一章了 好 这里是说七方面 第一方面是教会的使徒性 热心传道 赶鬼医病 教会的大公性 超越国家 种族 性别和社会阶层 第三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我叫这个活出福音 或者让我们教会 让我们信徒成为福音 全港的一部分 第四有效的教制和却越的领袖 第五迫白 引更加带来教会增长 第六是稳定的大会环境 第七是上帝的工作 这点为什么最重要呢 因为无论环境是怎么样 无论所面对的困难有多大 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些环境 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些困难 来显示祂的心意是什么 谢谢